之後大概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出來呢? 第一個,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是原來的檔案 那原來檔案的話 裡面的話,那個順序恐怕要變更一下,因為它這個地方 成交在這裡 它要把那個 昨天收盤,昨天著收跟開盤 要把它移到這邊 要把最高最低呢 移到成交的 這個右邊 也就是這兩欄移到它的前面 最高最低移到它的右邊 那第一個,你要該怎麼做? 題目裡面第一個要求 第二個的話呢,它要我們做什麼呢? 第二個就是要我們做出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呢 會有一個昨天開盤 跟什麼呢 著收 開盤與成交的比較 也就是說這三個欄位 我要比較出 它的高低 比如說最後成交是這樣的 然後 往上表示 這個地方 它等於是 這檔股票 是向上的 另外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要希望很快的可以有個 類似像一個 走勢圖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而且要這個樣式 另外的話還有成交 跟最高最低比較 就是這幾個 這三個欄位 我希望做出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一個這個 也是走勢圖 一個是 趨勢圖 一個是 長條圖 那最後的話呢 還希望做出類似像 張數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這樣的效果 各位可以看到嗎 它這個後面 它除了數字之外 它還有一個什麼呢? 類似的這個 這個 長條圖 橫向的長條圖出來 那可以讓使用者一看到 就知道說 成交的張數 哪一檔股票多 哪一檔股票少 這個地方的話 也會 蠻明確的顯示出來 最後上面這個地方 第一列 可以把它變成白色的字 然後呢 藍色的底 最後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題目裡面第一個要我們做什麼 把什麼 調整順序的 就我剛剛講的 等於是 以成交當成是基準 把著收跟開盤移到它的前面 最高最低移到它的右邊 那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是 把這兩欄 移動過來 那移動特別注意 不是用拖拉的 記得選H跟I 點的話記得點那個 H跟I 點兩個一起 按右鍵 減下 減下之後的話呢 那如果我要移到它前面的話 記得喔 再點一下C 點一下成交 就是C的地方 按右鍵 這邊的話會有出現 因為你剛剛有減下 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就是把剛剛你減下的東西 插入到它的前面 特別注意喔 OK 所以記得要選擇是成交 有沒有 成交的前面就多了 著收跟開盤 可以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 把這兩個欄位 移到前面 那把 最高最低移到哪裡呢 移到成交 的右邊 那怎麼做 一樣 C跟K 選起來 按右鍵 減下 那特別這個時候就不要再選成交了喔 不要選 要選什麼 買進 因為我要 把最高最低放在 成交的右邊 記得在買進的地方點一下 F欄 按右鍵 點一下F 按右鍵 怎麼樣 一樣會出現一個 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就把這個儲存格 放到 買進的前面 OK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我最後看到的結果一定是 在成交的前面 一定要有著收跟開盤 右邊 最高最低 好 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完成了第一題 好 第一題部分 這個地方 那第二個的話 L欄 有個著收 開盤 與成交比較 所以你要把這幾個字 打在哪裡呢 打在 L欄的這個地方 所以要這個 幾個字要自己打上去 M欄的話 要打什麼 M欄就下一題 第三題 成交與最高最低比較 那這兩欄 其實就是要做什麼 做那個走勢圖 就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走勢圖 所以請各位先完成好了 完成 等一下再來繼續來看 畫面先換個地方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DL欄 它要新增欄位 就是著收開盤 與成交比較 所以這邊的話 變成說 我要把這幾個字打上去 所以這個地方自己打上 著收 開盤 與成交比較 好把他打勾就可以了 那欄寬特別注意 欄的寬度 這一欄的 L欄的欄寬要設多少 這邊的話 題目我看一下 這邊有15 所以這邊的話 記得就是 把它改成欄寬 改15 然後再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走勢圖 放上去 這題就完成 那 怎麼樣修改 欄寬呢 一樣選了欄 按右鍵 欄寬 多少 15 Enter 好 不過你會發現 你改成 這個 這一欄 改成15之後 可是呢 奇怪 旁邊的字呢 還是 還是跑到右邊去了 所以這個地方怎麼辦呢 它要求要自動換列 什麼叫自動換列呢 就是 如果超過 兩 兩行的字的話 要自動折到 下一行 這個該怎麼設定 記得 有不要放在 L1 這個儲存按右鍵 這邊一個叫儲存格式 儲存格式裡面的話 記得呢 把它做一個修改 讓它自動換列 在哪裡 記得 滑鼠按右鍵 儲存格式裡面 找到對齊方式 對齊方式裡面 應該就可以有答案了 對齊方式裡面 喔